欢迎收看老炮电影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 她妈妈的公主 故事要从十岁的单亲女孩小薇说起 小薇的妈妈是个有个性的自由摄影师 成天不在家 所以小薇从小跟曾祖母生活在一起 虽然缺少母亲的陪伴 但小薇从小就很爱自己的母亲 渴望能引起母亲的注意 一次偶然的机会 母亲为小薇拍了一组照片 初次变身模特的小薇 感到十分新奇 连上课都在研究拍照的姿势 母亲也从这些照片中 看出了小薇的潜质 她决定要把小薇打造成 自己心目中的公主 暴露的服装 怪异的装扮 这一切都让小薇感到很不适应 不过只要妈妈能注意到自己 这些都不算什么 母亲兴致勃勃的 给小薇拍着各种各样 哥特风的照片 像炫耀宝物般 带着自己心目中的公主 出入于各色宴会 渐渐的小薇的穿着打扮越来越成熟 她与同龄人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大 曾祖母虽然看不惯母亲的行为 但由于年纪太大 也是力不从心 母亲将拍摄的照片 卖给杂志社打转了一笔 也获得了美誉 然而小薇对母亲确实越来越反感 这天母亲一样带小薇来到英国拍摄照片 一个贵族小哥接待了母女俩 并且对小薇很有好感 而母亲也察觉到了这一点 第二天拍摄时 母亲花样百出 不仅要小薇脱下衣服 甚至还要求她张开双腿 小薇气急了 满口张话的夺门而出 母亲向她解释 自己这么做都是为了小薇 想要小薇快乐 而小薇却一针见血地指出 你只是想利用我 吸引别人的注意而已 她决定不再爱妈妈了 母亲为了挽回她的心 带她去了游乐园 给她买了新衣服 甚至用了激将法 只为了让女儿继续拍照 小薇感到很混乱 她不知道自己现在是女孩还是女人 母亲口口声声说爱自己 但这份爱却沉重地 让她喘不过气 加上曾祖母的突然离世 小薇感到更加寂寞了 终于母亲的所作所为 吸引了民事警察署的注意 他们威胁要收回母亲 对小薇的监护权 母亲慌了为了生活 她将小薇的裸照 卖给了杂志社的人 小薇得知后 愤怒地哄道 你没有权利这样说 可无论怎么做 怎么说 母亲的脑子里 还是只有拍照两个字 她彻底抱走了 她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怪物 她找到了社工组织 这怪他们 为什么不把母亲派的照片收手 但社工表示 我们没有权利这么说 万念俱灰的她 抢了别人的包 被关进了少管所 这是她能想到的 唯一一个逃离母亲的方法了 少管所里的女孩很叛逆 却让她终于交到了朋友 在得知母亲前来探望她的时候 她大惊失色逃出了房门 她再也不想回到过去 再也不想做她妈妈的公主了 以上就是这期老泡电影 带给您的内容 老泡电影 每天都有新东西 喜欢就关注我吧